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是年纪大一点的问题 难度很高 我没有经验的 一定没有经验的 所以现在正在学习 还有看路人怎样去做 还有真的要试试那些造型都很辛苦 对于郑庸祖前被空袭的事 台湾名模林家仪就表示很同情她 因为林家仪都试过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我小时候骑脚踏车去买东西 然后回来路上因为已经很晚 然后几乎都没有车子 我还乖乖地在那边骑脚踏红绿灯 就有一个伯伯他骑脚踏车 停在我旁边 然后就突然抓住我的胸部 然后就走 女孩子就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 好像陈建飞一样 由当初的大小姐 到现在什么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 之前煮面的时候不小心 弄伤了一只左手 真是可怜 而来着弟弟陈冠希反港 她都没时间见面了 在香港 Anderson刚到我一次都没见到他 因为他真的忙着 他真的很忙 我自己忙着搬家 自己公司 真的会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真的 I miss him 但我知道我会再见到他 而左前有传楼船自杀 虽然他就已经公开否认 但一年一来 他和家人每天都收到30个电话 问有关的问题 搞到他都觉得很烦 以前不是有个传闻说什么 你自杀吗 然后你通过电话去反扰 现在已经停止了 现在好了 因为我现在都是 几乎每天都在镜头前面 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传闻 也就不了了之 另一位嘉宾 袁彩云就幸福得多了 自从今年3月 和饮食界才俊Anthony结婚之后 两人不时分隔两地 幸好下年4月彩云 就会跟随老公回加拿大 而且他还已经开始了筹备 即是3、4月了 不要太冬天去 因为太冬天去 所以有很多雨 有很多雪 有冬天 就怕自己适应不了 我是很不舍得 因为连我的朋友 都说你又走了 我们真的一定要出去吃饭 我自己也很不舍得 我一班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 因为他们个个 很多我的弟弟 妹妹都搬来香港住 都会做一个很大的Farwell 到时 我怕我会哭了 你也是 你转到之前 我 我 你 我